好你个索老三 我刚把你关起来让你反省反省 你竟然臭不要脸的 畏罪自杀了 也不谁臭不要脸 那是自杀了吗 那明明是饿死了 走进古迹讲故事 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今天咱们要聊的呀 是康熙初年的一位大臣 这位大臣身上的故事啊 那可是不少 他是谁呀 他就是索额图 这索额图啊 是满洲整黄齐人 辅政大臣索尼的儿子 是个庶出的儿子啊 排行在三 索尼他们家呀 是贺舍礼士 咱们都知道啊 这索尼有一个孙女 就是康熙皇帝的元后 孝成仁皇后 索额图啊 他可不是孝成仁皇后的阿玛 他是孝成仁皇后的三叔 那位大国仗啊 是索尼的长子 叫嘎布拉 受辅政大臣一等公索尼 以及孝成仁皇后的蒙音 这贺舍礼士一门的男人啊 坐的官都不小 虽然和号称同半朝的同家室 比起来啊 还逊色那么一点 但是啊 这些官 坐的都是 看紧腰眼上的位置 有的人呢 虽然官不大 但是他位置很关键 我给您说说啊 他们家人 坐的都是什么官 咱们就先说这大国仗 贺舍礼 嘎布拉 一等公 就坐过一个官 这领事卫内大臣 干嘛的呀 保卫皇上安全的呀 这官啊 坐的时间倒是也不长 一直坐到死 康熙二十年 大国仗因病空事 儿子 也就是康熙的小舅子常太 习了这一等公 还是坐这个领事卫内大臣 也没坐过别的官 继续保护皇上大姐夫的安全 索尼的三儿子索图 就更不用说了 那是今天咱们这段书的主角 咱放到最后再聊啊 他那个官啊 坐的呀 那扯了大了 索尼他们家老五 心欲 习了一等伯 有人就说了 哎哎 怎么两个儿子都习绝呀 这索尼到底是一等公 还是一等伯呀 哎 这就是皇上老爷子的恩典 给这索尼啊 就是有两个爵位 能够啊 传给两个儿子 要不就就把这 傲拜气的都疯了 直说胡话 满洲下人之女 岂可做皇后呼 这皇上说你管着管不着啊 我乐意 这老五心欲啊 也是做过 领侍卫内大臣 负责保护姐夫一家大小的安全 索尼的老六法宝 虽然没有那几位哥哥做的官职大 但是他是内大臣 同样负责康熙皇帝的安全 您瞧了吗 乍一听啊 索尼的子孙们啊 这官做的可能都不是很大 但是啊 加一块 那就是紫禁城的保卫科 话说康熙六年的六月二十三日 这老公爷索尼染病 已然是快步中用了 躺在这病榻上啊 捣着他那最后几口气 看着床头啊 坐着的一位年轻人 这人是谁呀 这位就是少年天子 康熙皇帝 按说这皇帝啊 是不能轻易的去臣子家探病的 即便去呀 也只能是探望那种将死的臣子 来一个君臣诀别呀 也就是给满朝臣宫做做样子 表现的呀 也无非就是一个君臣之欲 可是这次康熙皇帝来看索尼啊 他可是没有作秀的意思 但是真舍不得 这位首辅大臣撒手去了 有想当年老王宴家 顺治皇帝 就把自己这宝贝儿子康熙皇帝啊 托付给了四位辅政大臣 首辅大臣呢 就是躺在病榻上的这位索尼索公爷 其中的三位辅政大臣呢 分别是苏沙哈 厄比龙 还有敖拜 自这先帝脱古以来呀 这索尼索格老 那是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呀 到现在躺在这病榻之上了 想起来呀 也算是对得起 这艾勋觉罗一族 当然了 这艾勋觉罗呀 也对得起赫舍礼 就在两年以前 康熙皇帝刚刚吹吹打打 迎娶了自己的元后 就是这索尼的亲孙女 贺舍礼氏 后来的孝成仁皇后 您别看着有着辅政大臣呢 给皇上保驾护航 可这朝中啊暗流汹涌 一点也不太平 就这该死的敖拜 自索尼病了以后啊 他把持住朝中的大权 仗着自己满洲第一巴陀鲁的身份 不但啊 在朝中把持大权 而且呀 在军队当中 也是广结党羽 按说呀 这皇帝既然已经大婚 就该亲政了 亲政是什么意思 哎 字面意思 就是自个儿拿主意 治理天下 可是啊 这敖拜啊 横拦着 树拦着不让 并且呀 他对这皇上 娶索尼的孙女 大有意见 原因是啊 他也有闺女 他也想做国杖 如今这敖拜呀 已经成为康熙 维护自己皇宣至上的心头大患了 就在想剪除敖拜的关键时刻 为镇宫所用的索阁老 又病倒了 这康熙皇帝能不着急吗 在宫里待不住啊 这才来到了索尼的病榻前 探望这位臣子的病情 可是这会儿的索尼呀 已经是病入膏肓 已到了弥留之际 他看了看 坐在床头的主子 又指了指 跪在地上的 自己的儿子们 和皇上说 皇上您看啊 我的这些儿子们啊 没有什么大本事 他们呀 唯一的优点 就是中军 倘若真的有那么一天 他们站在皇上您的身前啊 给您挡上一刀一剑 用自己的命 护住皇上 这点个胆色和勇气啊 他们还是有的 哎 包括皇后的阿玛 嘎布拉在内 也就只能干这些事了 可是您看他 索尼指了指 跪在墙角的一个 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 这是我的三儿子 索额图 现在呀 在前清门 做得一名三等护卫 还是颇有一些心路的 老臣知道 皇上心中的心头大患呢 便是朝中 敖拜弄权 若有效死命之处 您可以传他到身边 他可能会帮到您 说完这话呀 这索格老一闭眼 妞兮了 有人说呀 这索尼临死这句话 是临终脱孤 为了让皇帝呀 高看自己的爱子 索了三一眼 也有人说呀 这是索格老 那举不必亲 给这皇上啊 举荐了一名 保驾的重臣 不管这索尼临死前 这篇话是论公论私 总之 荡娘这索额图 就从前清宫三等侍卫 一下子月升为一等侍卫 转过年来 康熙七年的六月 又以一等侍卫的身份 晋升为利部侍郎 就在索尼死后 这短短的两年间 这朝里的敖拜呀 就更不像话了 怎么着 这敖拜反了 没有 咱们说书可以夸张一点 为了烘托一下气氛 但是咱不能活把道 这敖拜呀 真没有谋反的心 但是他犯了一件 古今中外所有众臣都会犯的错误 什么呀 弄权 谁又会掀自己手中的权力过大呢 这敖拜也是如是 索尼死了以后 他更是肆无忌惮 无法无天了 这敖拜先利用打猎的机会 拿御用的弓箭射杀了康熙最喜爱的一位侍卫 费阳谷的儿子 沃鹤 还把这费阳谷一家呀给灭门了 他还假传圣旨 将得罪过自己的霍部尚书苏纳海 直立总督朱昌作 巡抚 王登莲 全部弄死 并且没过多久 他竟然对这个同事顾名大臣的苏克萨哈下手了 索尼一死 同是辅政大臣的厄比龙和这敖拜呀 横切一气 也只有这苏克萨哈呀 在朝中在御前敢顶一顶这敖拜了 于是这敖拜就给苏克萨哈扣成了一顶 反对皇帝亲政的大帽子 除掉了这个同事辅政大臣的苏克萨哈 朝中的义政王大臣结束 也依附于敖拜 得 这会儿啊 无论是义政王大臣会议 还是朝中的内阁 所有的权力都死死的拿捏在了敖拜的手中 这个敖拜专权的事啊 咱就讲到这儿 咱别啊 自个儿把自个儿活跑了 之后啊 咱还得讲敖拜的故事呢 想听啊 您在屏幕上给我抠个记号 让我知道知道 我好啊 及早的做准备去 可是这会儿朝里的文武功卿 再看康熙呀 倒是没看出这小皇上有什么不一样的 哎 这文武大臣呢 就议论了 傻了 傻了 孩子小夏傻了 唯一啊 让大伙感觉有点不一样呢 倒是 这索额图 这会儿的索额图啊 士图正在上升 他已然是啊 有着一等侍卫身份的 吏不侍郎了 这就是相上里经常杂挂的那个 俺们老爷呀 有文芝还见着武仙 可是出人意料的是啊 就在康熙八年的五月份 这索额图 突然给皇上写了一封奏折 说呀 要辞去这吏部侍郎的职务 重新回到乾清门去做一名 一等侍卫 就在大伙啊 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 这时候皇上说话了 说这索老三呢 是照顾自己的情绪 因为呀 镇公我呀 就喜欢和索老三下棋 所以呢 他辞去了户部的差事 重新回到了乾清宫 做了一名侍卫 这样啊 好时不时的 就能和镇公我对异一举 手谈手谈 有人就把这件事啊 偷偷的禀报了敖拜 这敖拜呀 很是轻蔑的 从鼻子里发出一个声音 哼 玩物丧志 可是这敖拜想错咯 这康熙皇帝呀 每天就跟索额图 谋划的都是啊 如何擒拿敖派 拔掉康熙皇帝 在亲政之路上的 这颗大钉子 咱们在讲 紫禁城 乾清宫 前院为房的 那个系列里呀 曾经有一个小篇 是介绍 康熙皇帝 在南厨房 至情敖拜的故事 我而觉得讲的不到位呀 就在这儿啊 重新给您讲一遍了 可是昨天晚上啊 我翻了翻 感觉呀 还凑乎 对得起您各位重名工 咱们在这段书里呀 就不多废话了 我把这个链接呀 贴到咱们下边 留言区的置顶帖里边 您要是有兴趣呢 您就点过去看看 实际上呢 在正史里呀 对康熙皇帝 如何至秦敖拜 没有描写 在南厅笔记里呀 倒是草草的写了几句 康熙帝 在南书房 招敖进奖 敖入 内侍已已知 折足者 令其作 而已内侍 持其后 命 刺明 先一碗煮于水 令极热 持之 炙手 怦然坠地 持已知内侍 乘其事 直推之 乃蒲鱼帝 康熙帝 呼曰 敖拜 大不敬 剑同西起 秦之 交不论 如律 干经历岁 七只咔嚓 三下五除二 就把这敖拜 给处置了 可探着 满清第一 巴特鲁啊 竟然就坏在 十几岁的康熙皇帝 和同样十几岁的 一帮小侍卫的手里了 可是啊 这会儿大家也许没注意 就在这一帮孩子的当中啊 可是有一个孩子头 这就是三十多岁的 一等侍卫 索额图 不用问啊 这帝敖拜 前后的这些计策呀 那全是这索额图 出的坏主意 这主意坏不坏的 咱先放在一边 反正啊 他是解了这 康熙皇帝的心头大患 就在这一年 这康熙皇帝 献打不带该着的 索额图这官职 蹭的一下 坐着火箭呢 就上去了 康熙八年八月 受一等侍卫索额 为国使院大学士 只隔了一年 九年的十月 又受索额图 为宝盒殿大学士 兼互不上书 这索额图 他一下子 算是小螺族踩电门 他堵起来了呀 眼看着索额图的仕途 依然是官制极品 没法再大了 那么这索老三的官 当的怎么样呢 还算是不错 平三番出席 康熙皇帝决定撤番 索额图的意见呀 暂时不能撤番 一旦撤番啊 这些藩王就会兵变 刀兵一起呀 就会动摇果本 无奈呀 康熙皇帝态度很坚决 执意撤番 撤番之后 果不其然呢 耿金中尚可喜 还有吴三桂 真的就造反了 这战事一起呀 索额图又组合 于是呢 他向皇帝建议 杀了主战的大臣 明珠 要借用明珠的死 来平息三番之乱 当然这康熙皇帝 没听他的 带领全国军民 打赢了这场 平叛战争 那有人就说了 这索额图的官 做的也不怎么样啊 不对 一旦朝廷 皇帝决定 打这场战争 索额图就全心全意的 辅佐皇上 为朝廷谋划了 在后来的收复台湾 平定准戈尔丹的战役当中啊 这索额图都尽了自己的权力 做了贡献 可算得上是对得起朝廷 对得起皇上 并且他主持了 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 为大清国争取了最大的利益 虽然在这条约的签订过程中啊 这索额图受了这个 沙皇俄国人的蒙蔽 暗地里吃了不少的亏 可是见识短呢 不能怨他 整个大清国当年 也没有一个眼光长 有见识的主 包括皇上在内 索额图的仕途啊 映上那句话了 叫无惊无险 又到六点 可是啊 这岁数一大呀 这索额图就动起了歪心眼了 他就想了 怎么才能让自己的家族 世世代代 都能享受这种权柄呢 思量至此啊 他倒有一些欣慰 因为他这一代呢 是因为蒙受了父亲 和孝成仁皇后的福音 这老皇上要是一宴嫁呀 太子登基 自己的家族啊 也是赐不了 为什么呀 因为当朝太子啊 就是孝成仁皇后的亲儿子 算起来呀 这索额图 是当朝太子应仁的亲叔老爷 于是呀 这索额图啊 就在太子身上 打起了主意 他自然呢 就成了太子一党的魁首 他亲自制定了 皇太子所用的制度 让皇太子所用的礼仪排长 几乎同等于康熙皇帝 并且给皇太子应仁出了不少 要表现自己争夺权力的主意 有了这索额图的帮衬啊 这皇太子的胆子呀 是越来越大 追逐权力的心呢 就像冲了气的气球 一下子就膨胀了起来 他竟然在酒后说出了 古今天下 哪有四十年的太子 这样忤逆的话 开始啊 康熙皇帝让这索额图接近陪伴太子 那是因为他太爱自己这个儿子了 他心疼应仁 是个媚娘的孩子 所以这老皇上啊 就让孝成人皇后的娘家人 多接近太子 好打消太子心中 因为媚娘带来的失落感 谁想啊 这样倒给这索额图和太子结党啊 提供了便利 康熙皇帝对太子应仁的期望非常大 是花了大量心血 来培养这个接班人的 起初的太子啊 也是非常的争气 他聪颖好学 文武兼优 多次兼国 令这康熙皇帝对他呀 非常满意 照此发展下去呀 他顺理成章 继承大统 那是没问题的 可是啊 随着索额图 逐渐的蛊惑太子 这太子的心性就变了 越来越不招着皇帝待见 您就记想去吧 谁家的爸爸他不护独子呀 这儿子犯错误啊 他第一想到的不是处置儿子 他肯定先要处置儿子身边的坏人 这康熙皇帝对索颗啊 可就动了杀鸡了 于是啊 他眼中的通红 就天天盯着这索老三的脖子 这索老三他不傻呀 皇上越来越不待见他呀 其实他看出来了 就在康熙四十年 这索颗啊 跟着皇上说 老臣已然年迈 要求退休养老 要说呀这康熙皇帝还真行得出来 看看这老臣索颗啊 二话没说 批准了 这索颗认为呀 这一退休就算没事了 抱胳膊跟在家一忍 等着这应仁皇太子一登记呀 嘿 我这大权又回到了手中 可是他万万没想到啊 让皇上盯上了人 那能好的招吗 就在康熙四十一年 这康熙皇帝呀 给索颗下了个套 四十一年十月五日 康熙皇帝带领着众皇子 当然 这其中包括太子应仁 寻幸江南回京的时候 走到山东地界呀 这太子应仁就患病了 于是康熙皇帝就让太子应仁 在德州行宫养病 就让这个侍卫传旨说呀 皇太子应仁患病 可招索颗图前来侍奉 这索颗图一来呀 和太子在德州一住就是一个月 您想这爷儿俩见面 他能没有贴己的话要说吗 可是他们不知道啊 留在德州行宫伺候的呀 无论是太监侍卫还是宫女 个个都是皇帝埋起的眼线呀 这两个人的密谈 一字不差的 全都被汇报到了康熙皇帝那儿 转过年来 康熙四十二年 康熙皇帝下旨 官索颗图并无悔改之意 背后愿由议论国事 诸交宗人府与根渡一处拘禁不可书法 这大伙一看呢 皇上给索颗治罪呀 也没多严重 到宗人府那儿关着去呗 那儿关的可没有一个小人物 往大了说呀 那都是王公贝勒 往小了说呀 也都是皇亲国戚 再者说了 那宗人府那儿啊 不开火 都是家人给送饭 想吃点门 您就让家里人给您做 给您送 这好吃好喝的 哪儿不是待着 哪儿不是一辈子呀 您想着老皇上 能这么着就完了吗 这索老三呢 把自己辛辛苦苦培养的太子 交歪了 交坏了 并且呀 看得出 已然是不可救药了 索额图呀索额图 咱俩的事啊 完不了 于是这康熙皇帝 就下了一道明旨 这旨意当中说呀 为了防止索额图 结党生事 所以呀 不能和外人见面 听着这旨意呀 是没毛病 可是一执行起来呀 那可厉害去了 不能与外人见面呀 那就是说 送饭的人也不能见 那还用等多长时间吗 没几天的功夫啊 就把这索额图 给饿死在宗人府 圈进之所了 要说啊 这半君如半虎 皇上的脸呢 他就像秋天的云 说变就变 皇上一听 怎么着 索额图饿死在天牢了 于是啊 在这乾清宫里 是破口大骂 西 索额图怀思 倡议皇太子 服御俱用黄色 一切一切一度与阵相似 交纵之箭 实有于此 索额图成本朝第一罪人也 好 那个索老三 我刚把你关起来 让你反省反省 你竟然 臭不要脸呢 为罪自杀了 呃 也不谁臭不要脸 那是自杀了吗 那明明是饿死了 并管怎么着啊 死了死了 是一死百了 这人竟然死了嘛 这事啊 就算过去了 可是啊 这康熙皇帝 可没打算 按常理出牌 给索额图定的罪名啊 是畏罪自杀 把他的两个儿子 拉到了西市 一刀一个 咔嚓了 索额啊 是罪臣 不能埋在索的坊 跟索尼埋到一块 尸首啊 就被拉回了老家 黑龙江武藏 有个孤家屯子村 在村子的东北角上啊 就是这索额图的坟 据说呀 是一个非常低矮的小坟头 连墓碑都没有 有一种说法啊 是索额图他们家老六 把爸爸的坟呢 后来又迁回了北京 埋到了西志门外的索家坟 也有人说呀 是埋到了海淀区 西北望镇唐家岭 村以北 说什么的都有 诶 始料啊 不及被宰 我是天天哀志 给您讲得了故事 等着您来听的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啊 您就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 唯一动力 您记准了啊 自要您查案点赞啊 咱们是明天准见 拜拜 嗯 中文